等我到家之后,我母亲问我,给你看了,我说看了,她说咋看的,我这回就能好了,怎么能好了呢,我说我吐了,病毒能吐出去,并打口中吐,我还得打口中吐啊,因为我那时候好骂人呐,我是骂人不针子锤啊,我三句话不来准骂人, 习惯了,养成习性了,善人不讲习性了,我养成习性了,跟谁说话先骂人,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就想一定要改变这个,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问完了,我吃完晚饭,我往床上一躺,就开出, 一吐吐到十一点,我连着就吐几个半宿,把一肚子病吐没了,我一看这种方法真好,把蒸摊嚼咬那些呢,可以说就没了,不想了,那得怎么办,我们得努力去实行, 因为那是生产罪时代,我二十五岁正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因为我家的历史不好,不能,我还怕时常地我好看古书,时常地给年轻人讲古代的故事, 可是正好,赶上这个文化大革命,我是对象,斗啊,那时候我明白道理了,斗是给我消罪的,我不但我不恼,以前那我可恼得了不对啊,这回不恼了,不但不恼还高兴了,说你高兴啥,这不消罪你吗,这不是, 善意说了,那是逆来的,说来,说逆来的事情就是你命中有的,我可能我有这份罪,要不咋脱从这个家庭里,我脱从这个家庭里,我就有这份罪,我咋没脱从贫下中能家庭里,不能有怨气,是吧,也不能不愿意每一个人,没有他嘛,我的罪是消不了,那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反应,是吧, 当时我的反应力特别大,是吧,我还挺高兴,还挺,还挺,还挺佩服他们的,可是我一,那时候一点毛病没做,一点什么病也没做,不但没做,身体干干就好,那我就得努力去实行, 我又那时候,善意那个,也讲过,我那,现在我,我也回忆过来,我一劳一愿地去干活,那就是啥呢, 了罪呢,是吧,是吧,当时生产队,我以前那个生产队干活,那是,肥利不取呀,肥便宜我不干呐,你不便宜我不去, 马上我就扭转方向,没人做的我就去做,没人能瘦的我就去瘦, 我看善意产队呀,善意产队,产的深,我们的生产队,我在生产队产队是啥呢,哪一龙荒,我缠哪一龙,哪一龙没人缠,我去缠哪儿去, 后来这队长和队长说,这就是啊,他怎么这样的呢,因为我好领导,我那敢说吗,你不敢说,你说的是牛鬼蛇神,不敢说, 反正我是听你,你说,让我咋的,我咋的,让我干啥,我干啥,我年轻啊,二十五六岁啊,生产队干啥,没人挑大份,让我各个厕所,我去挑大份,我要去,我报名去挑,队长说你干不了,我说我能干, 我说我们一个人呢,干一番事业也好,必须要有始有终, 队长说,那你可得干下来啊,你要干不下来,那我可找不到赢了,我说没事,我只能干下来, 是啊,我就干下来,刚开始啊,进不去厕所了,甘愿啊,不吐啊, 我就想了,是吧,越南历史地方,是你得到的妙处, 时间长了,我就自言了,不以为言了,我这样坐下去,一点一点,往前进去,是吧, 可是在家庭里头,我原先是个不孝子,我父母不敢说我,是吧,不敢说我, 一说我,他那生气也好,一天就不起来,要不怎么长兵了呢,是吧, 就这样,我马上我就改变我的观点,父母骂我也好,答我也好,不生气, 是吧,因为父母说就对,我们还是没做好,我要做好,我母亲父亲不会说, 实际上我母亲从来不答我也不骂我,我父亲不行,我父亲性格不好,脾气暴躁, 是赶车的出身,所以我认为我父亲还是很好的,还是很对的, 原先我可认为他不对,你管人都这么管,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是吧, 你从来你不听老爷的话,老爷能不管你,可能你就变了, 我挺高兴,你说我变了,一步一步地我往前去走, 可是我在替道上没进好,我的哥哥处处仰着我, 可是我呢,得寸进尺,我明不在善音这个对他弟弟那种关心和那种爱护啊, 三次样产了,哎呀,我看善音这样做,我这可不是, 我竟争礼,竟要个便宜,努力去改变,开始很难改变了, 是吧,人家呀,山河容易改呀,秉性最难一样, 是吧,不好改呀,不好改,有时候我一动火气了, 自己都打自己呀,有时候把脸都打藏起来, 为什么你还动性,是吧,自己就问自己, 为什么你还动性,你要想,你要想把这种道理传播到人家, 你性不好那行吗,你的家庭不圆满那行吗, 我就努力地去改变自己,改变我自己, 我因为才能改变我的家庭, 我这样去一步一步地去往前去做, 是吧,可是呢,我对我的老师, 我也不知道有一种什么的感觉, 我每一个月我要不见他,我心都难受, 可是他离我远呢,离我家二百多里地呀, 我要上他家去,我得走,起码得走四十里地, 然后才能上车, 不过我那我一个月我也得去一趟, 我去了到我老师家,我老师都不理我呀, 你进院顶多跟你说一句话, 窗门来了,得了,再往下面画了, 不跟你俩闹了, 不过你我那性格,你说那火性它就没了, 要给我找,我找仙呢, 哎呦,那可不可以说呀, 你不是好脸,我都不带你那待呀, 这不行,你不累我也得来, 哎呦,我住一时我就回家, 我就心里就踏实了, 我往他家跑多长时间呢, 跑五年, 一年的最少去吃他, 吃到五年的时候, 我老师说话, 你老往我这跑干什么呢, 我没有回答他, 待了很长时间呢, 甚至吃一顿饭完了了, 那你还想除树吗, 哎呦,我一听这话好听呢, 除树那就想跳出去呗, 啊,我说是啊, 要不来干啥呢, 这么些年, 我老师说了,好吧, 因为我那老师不是一般的老师, 他可以说是大扯大物的老师, 原先我不了解他, 后来我才了解他, 他从来, 我来往他家去五年, 他没跟我讲过, 五年以后他也不跟我讲, 只跟我讲这么一次, 往下我就不敢问了, 等到我三十八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一心想要, 想要讲病化人呢, 因为讲病这个东西, 我也理解到了, 讲病是救我们一时之苦, 只能救我们一个命, 可是呢, 还得最主要的是救我们的性啊, 是吧, 因为讲病病好了是救一时, 那讲救性是救万古啊, 我们的性是永远不会坏的, 是万古不求的东西啊, 所以不过还得从讲病化入手, 要不人不听, 人也不能信, 所以我就立下志向, 一定要讲病, 可是人历多大志, 有多大的磨难呢, 是吧, 你说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一点没说错呀, 我这磨难就来了, 这种磨难特别大呀, 我这亲哥哥, 我们亲哥俩呀, 我亲哥哥, 得个肝硬化呀, 磨血拉血, 突然间就离开隐世,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冷血五个孩子, 三个小子两个孤女啊, 我想他最后要想的, 我就不吃饭, 还一定不睡觉, 我为什么要那么想他呢, 我因为我替道没进圆, 你就走了, 我虧替道虧得太狠, 所以他走了, 我就这么想他, 朝思暮想, 我在头前走, 我就叫他在我后眼中跟着我, 我就想他想的那样, 还想他, 还怕他, 这证明我的道没进圆, 我要进了, 我不会想他的, 我也不会怕他, 可是这时候我就产思想产生变化了, 产生什么变化呢, 我说这老佛爷也不灵, 我哥哥你哪能让他走呢, 因为我上午老师那去两趟, 只有我哥哥的病我去两趟, 我老师给我的回答, 这是一个, 住院吧, 你要能住院, 不出院, 我还有救你的方法, 他要出院, 我没有办法, 我回来跟我哥哥讲, 我哥哥不住, 不住, 说啥也不住院, 能走了就往回跑, 可在这种情况下, 第二次犯的时候, 我因为医院要书血, 我因为书买的血不合适, 当时我身体也不太好, 因为他有病了, 我老上火呀, 我因为买的血不纯净, 我就问大夫, 我说那血好吗, 大夫说, 好, 是不太好, 我说那抽我们自己的不行吗, 大夫说那敢是好嘞, 那对象血型就抽, 你们能有吗, 我说有, 我们怎么多, 我说那你先化验我的吧, 把我的化验了, 我们哥们血型对呀, 是B型血呀, 对呀, 我哥哥那人在世的时候特别好, 生产队队队长去了, 而要抽他血, 我说什么也不要, 我说那不行, 不能抽队长, 队长是好几百口, 好几百口人当家的, 哪能抽你血呢, 不过我哥哥对这个队长, 队长小的时候, 我哥哥对他特别关照, 队长因为我哥哥对他有嫩, 所以队长就哭, 哭也不行, 我也不能让他抽你的血, 然后抽我的老妹妹, 抽我妹夫, 我抽我们三人的血给他打上, 当时我妻子不让抽我的, 要抽他的, 他说你体格不好, 要抽你的, 你体格一旦要抽坏了, 怎么办, 我身体好, 抽我的, 实际上我妻子身体也不好, 当时呢, 因为我妻子在医院去护理我哥哥, 我们俩护理整是一个月, 因为我们已经分居过了, 这一个月无家, 我妻子不管了, 但是我挺高兴, 我挺高兴的啥呢, 你能这样的对待我哥哥, 我就满足了, 我母亲也挺高兴, 也满足了, 可是呢, 终久还没救了他的命, 他死了我就退职了, 我说以后这道我不讲, 我就退职了, 可是我退职了, 银呢, 你力多大, 你得抱着你的志向去行, 退职了, 退职了, 老天不会用你的, 他是那一天死的, 我来年六月下就病了, 病了我怎么什么病, 心疼, 走道不能走, 一走就趁着心疼, 我说我怎么心疼呢, 后来加以思考, 我心坏了, 我退职了, 不想救人了, 那就不行了, 病重了, 一夜之间我胖的不像银样, 可是那时我的老师还在世, 我马上去找他, 我去找他, 我老师好像值得我去世, 他也有病了, 他说你来了, 我说我来了, 你怎么着了, 我说我有病, 有病上医院, 我上医院能上你, 就这样吗, 又再死了呢, 你哥哥死了怨我, 那你再死了不更怨我了吗, 我说你怎么知道呢, 我心想你怎么知道呢, 我说那我能怨你吗, 别说了, 别说了, 你就怨我有的病, 当时我啥也没说, 我说那么对吧, 我要死吧, 我不能死你家, 我要死之前我能知道, 我回家死去, 你让我待两天, 没这事, 也没回答行, 也没回答不行, 我说我心想你默许了, 我就不能走啊, 那叫什么呢, 说打着金刚赖的佛吗, 最后我就赖上你了, 不行, 我得偷活命啊, 他问我, 你病到这个程度了, 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我别的想法没有, 我的孩子, 我的老婆, 我的侄子, 他们都有妈妈, 能把他们养活到, 我有两位老人呐, 没人管呐, 当时我就哭了, 我对施老师啊, 把头儿都低下了, 一句话没回答我, 后来呀, 我在讲病的时候, 我体现出来了, 就这人病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可也是要病危的时候, 没有救的时候, 问他有什么想法, 他要想到, 说我还有老人呐, 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世啊, 我不能走啊, 那我们就能, 可能就能救他, 他还有命, 因为什么, 他笑到不亏, 他元气没伤, 可是当时我, 我还没, 不清醒, 是吧, 不过我一提起我父亲母亲, 我就哭, 我提起孩子老婆, 我都没有眼泪, 我又提起我父亲和我母亲, 我就要哭, 我说这怎么回事呢, 我一提起我妈妈和我爸妈, 我怎么就要哭呢, 后来我才明白, 是吧, 修心存结, 是吧, 可是我在我老师家待到41天呢, 三十多天, 是吧, 我老师跟我讲话了, 好了, 你本应该是个死人, 你想到你的父母, 你又想到, 以后这个道, 讲病这个道, 没人去讲, 你的义又回来了, 把你留到世上了, 不过你可不准退治, 你要退治, 老天可不用你啊, 马上收你, 我说你放心吧, 我不会退治了, 后来我就老师, 我待到41天, 我老师说你回去吧, 我说这后回去行了, 回去吧, 你家人特别惦记你啊, 我说好, 能存吗, 我说打完肠, 我还来看你, 别来了, 他说这么一句话, 不用来了, 可是我回来了, 回来以后, 打完肠, 我真去看了去了, 他已经就走了, 我很伤感, 不过伤感没有哭, 也不掉泪, 为什么呢, 我老师临走之前, 对我指示, 特别清楚, 跟我讲, 快到你讲道的时候了, 到你讲道的时候, 你去讲去吧, 你讲一个好一个, 就一个把握住一个, 我说真吗, 能好使吗, 他说好使, 我说那就好啊, 就这么了, 我就回家了, 当时我还问他, 我说还得几年呢, 就是还有五年, 我三十八那年, 等到我四十二那年, 我开始讲道, 后来我一算, 真是五年, 我就开始讲病了, 讲病了, 因为那时候我不会说什么, 我自己的五个字, 恨怨恼怒烦, 就指的恨怨恼怒烦, 是五个毒药丸, 谁吃谁长定, 我就又到哪家讲病的时候, 因为恨怨恼怒烦环, 这十五行啊, 它是金木水火土啊, 配合着人一身的心肝肺脾肾, 我就开始, 开始人家没有人信我, 谁信我呀, 那我得找病人呢, 你得去找人家, 现在人家找我找不着, 那时候我找病人找不着, 人家不信我, 不信我我也得去找去, 是吧, 我去找去, 我开始讲一个肾炎, 是吧, 是个小孩, 因为肾炎的小孩这个病, 是哪儿来的, 是母亲那儿来的, 父亲那儿来的, 父母又先天给遗传下来的, 为什么王凤怡先生, 要成立女子义务学校, 救女人出苦, 叫什么, 改种还粮, 从利盈根呢, 那就从根本教行入手, 哭吧, 没关系, 我讲话声大, 所以呢, 我就找这么一个小孩, 这小孩呢, 我就, 因为他们父母说, 我们这孩子, 已经住上哈尔滨, 哈一大住两次院了, 住一次回来好了, 好了到家, 感冒一点就翻, 还胖的像鸡翠, 不是, 我说那好, 把你们家的鸢都给我找来, 把他家鸢都找来了, 把他家鸢都找来了, 没关系,让它哭吧,让它憋着难受,让它憋着难受,要不是上外头哭去也没事,上外头哭去。 它一哭,肥麻不可,它身上肥麻不可,这是正常的,因为它那股阴气在体内压着,在周身各个经络里压着。 因为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打动了这位女士,他跟对上耗了,我们谁要有病,你对上耗,你就能耗,就怕你对不上耗。 对耗,因为我们不是要死的病啊,你对耗就能耗,我在讲课的时候,你往你自己身上对,对正着,哪个跟你对上,那你就能耗。 王善言讲,叫翻良心。我开始讲病的时候,也要每个人翻良心。 所以我在讲这个小孩的时候呢,我就问他爸爸妈妈,他爷爷奶奶也在跟前,他叔叔大爷也在跟前,我就问他爸爸妈妈,你们俩谁好翻人? 我这么问他,我这么问他,他妈妈妈说,我不翻人,我们家这些人谁不翻?他爸爸接过来,我翻,不但翻,我家人,是吧? 我们家的二十八只口音,我都翻。这还不说,整个一生长队的音,我都翻。 我说,你看看你这孩子,这就是你给种的音,孩子有病就是过。 他说,这还这么回事,我给种的吗? 我说那你想想吗 你要那么把心扭过来 反思过来 我说你这孩子就好了 他说真的吗 我说你做个实验 你怎么做实验呢 你别瞅人别人毛病 你这回瞅瞅你自己 你看看大家的长处 我就给他这么讲 他说那好 他说我那么歪我眼睛 看着他 谁有啥毛病我都看得了 我这回你把目光收回去 看己别看人 我说蒋王凤怡先生这个自想 就是管己不管人 把我们自己的管住 别管人去 管人是地狱 怨人是苦海 管谁谁能高兴啊 人家管你你不高兴 你管人家人家能高兴啊 我这么说完了 他说好 我做个实验 我说好 你看看你这孩子 能啥呀 那时候也是 讲第一个病 那时候 我不会说啥呀 说完了我就走了 我就回我家了 我家四十多里地 我就回家了 可是那孩子 打那儿就好 后来我说 是我给讲好的吗 这个病 不是我讲好的 可能该的好 可是当时跟起来 还有两 还有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跟他一样病 我又拿一个小女孩 做实验 我说看看他好不好 他要再好了 那个我不管 我看那个好不好 我就拿这么两个 做实验 可是这小女孩好了 那小男孩姓杨啊 十一岁啊 可惜把命伤了 她们也好 这俩好了 同样的病 我说这玩意可能还好使 那时候我也信不着我自己 实验好了俩 我也信不着我自己 我还得做实验 搞啥样的做实验呢 搞重点 搞重病去做实验 一个肿胀瘤 一个女的四十一岁啊 咳度的是肥瘤 治不好 医院把她打不回来了 回家死去吧 个医院一天住 花这么多钱 手术手术不了 回去吧 这也是天吹地感吧 这个女的叫古文琴啊 是一岸线 回家了 回家了白天 不能见太阳 窗户的挡上 晚上不能点电灯 因为啥呢 见光 越见着光 她烧得越厉害 交换了 大道都能 隔马路还都能听着 我还不是给她讲病去了 我去窗门去了 上我妹妹家窗门赶上来 说人不该死 总有救 我赶上来 赶上来 当时我就 他们就别人介绍 让我去看看 我说什么病 说肿胀瘤啊 咳肚子是瘤啊 肠子肚子 你说子宫上 全是瘤的 大伙说手术不了的 我说那你要我讲去 那我能讲好 他说你照着照着 左溜死马当 活马一的 是眼下的 那时候刚开始讲病 那可以好胜心强啊 是吧 那去看看就看看去 我就去了 去了 因为我屋里不能点灯啊 点个小拉 我说你们这瘤家 咋这么解药呢 完了他老头说 不行啊 那点灯 叫上去更邪乎了 我说这还这么回事 因为我在那时候 刚开始养病 我因为 我又打破 善言扭那么一句话 在道德语录上 有那么一句话 别迷 我也心思别迷 不迷信 不迷 不迷 我说那这个病怎么整 你能不能死呢 这就搞什么验证呢 他能不能死呢 我心思心思 我说不迷也得迷一点 我说你家够啥呢 说啥也没够 我没够 你先给我咬一个迷瓦 我看看他能不能死 就这么的 他咬个灭瓦 我就上上几株香 上上香呢 没过几分钟就灭两株 三株香就灭两株 哎呦 这人真得死 完了 行一行都 我说不行 把这香可能不好拔下去 再换一袋香 又换一袋香 喊 又灭两株 完了 就得死了 我就躺那栅 泄气了 善言告诉我们 别泄气 那我就泄气了 泄气了 我一躺 我躺那个行一行都不行 不得死人 都往处救 人不会信我的 我得得死人都往处救 我还信仙子呢 你说不明 我心可来迷信 我说地三王菩萨 你说地狱不空 你不成佛 这个业你就高财贵手 放出来呗 咱们合作合作 我从地狱就业 你哪能不放呢 你看 我就来迷信想法了吧 我就坐起来 又精神了 我说你那个病 你怎么个疼法 你这么叫 他就当我讲了 从心口这个开始 就是一扒他那么宽 一气推到后心 从左边 他说 就像那个活的那样 了得似的 自拉自拉 他说就那么疼 要我能这么叫 我说那我明白了 我知道了 你是咋回事 我知道了 他说那我咋回事 我说你跟你老头 怎么回事 年轻时候 左六你也这样了 我说那老头 你也别介意了 左六他也这样 要死了 让他把他的心里话 说了 我这么一说 你说这女的 就放声大哭 开始哭像小猫似的 像猫崽子 叫什么 没动静啊 越哭声越大 越哭声越大 哭哭怎么样 因为他都隐重一方 哭哭的可抗 打滚了 能哭的 把老头哭跑了 老头上门口站了 他就喊老头 老头你回来吧 我有话要跟你说 这老头进屋 老头说别哭了 养病吧 他说不行 老头我对不起你 就跪起来了 就能跪着了 人都一放的 人就能跪着了 说老头啊 我太对不起你了 年轻时候咋俩呀 那个 那一幕你都知道 我太对不起你了 我呀 我一点也没求求你 为啥呢 开始 我还跟你定红 我挺高兴 因为你是当兵的 我因为当兵的 你回来能有工作 可是你转业以后 你啥也不是 我想要跟你离婚 我还离不出去 你是个转业兵 我还离不了 政府还不给离 我勉强跟你结婚了 可是结婚婚 我都信心了 我不能跟你好好过呀 哎 我天天我回来 都是夜深以后 还行不回家 我有时候我就 上京房 那个老金融躺的 就跟老金融睡觉 我就不跟你回家睡觉 我太对不起你 这下他哭的 哭两小时 我说行了行了 别哭了 可以了 我说你几天没睡觉了 他说腾的 我七天七宿啊 你看我咳嘴大泡 我张嘴 那么叫我呀 我说你呀 你今天晚上都睡觉 我就保住你命了 说完我就走 可是我十点走的 他睡到今天早晨七点 一睁开眼睛 日头出来了 头也没梳 连人没洗 把裤子灯 和那家具 煮个棒子 就去找我去 他一来 我们看着了 个外辈一来 说一样 死不了来了 到外辈把他接进来了 接进来了以后 就把他走到看 他吃了两张饼 我就问他 你怎么样 他说我睡一宿啊 一点也不疼了 我说好了 我能保住你的命了 可是 你这一肚子流 都得藏在外面了 以后再说吧 我就走了 我就回去了 他慢慢的慢慢的 他就好了 我还临走我告诉他 我说你不行 你生气 不行 你上火 可是呢 他能干啥呢 能做饭了 也能种园子了 还能夹园子了 因为跟前人都是 不一定是成人太死了 尿的都在院子里 摆着你 这摆着尿的也太 实际感情 ポイント